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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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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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失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随被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新花 全古江山 不失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 不失如石如花 换我一个太平天下 不失如花 唉 只有天子才能策封王位啊 臣通晓律法一归 你是暗示我 废了汉帝 改朝换代 汉座延续四百年 早已日波西山 名寸世王 天下人对他早就已绝望 魏王应该成天道顺人心 那 你认为 我的谋略 声望 比父王如何 魏王虽是雄主 但魏王不及先王 那我的文职武功 你父王如何 先王乃创业之主 百战艰难 其丰功未继 足以朝日月垂千古 魏王不及先王 连父王都不敢 废汉自立 我岂能那么做 正因为魏王不及先王 魏王才应该进魏称帝 为何呀 禀魏王 先王不是不敢费汉 而是不需要 以先王之财 之质 之恩惠 要做皇帝早就做了 先王不想做皇帝 先王深深明白 不做皇帝 胜死皇帝 不做皇帝 却圈养了一个皇帝 只与掌中运用自辱 魏王的情况 却恰恰相反 魏王继位未旧 人心不稳 曹仁 徐晃 张辽那批老将 承煜 贾许 汪朗那批老臣 都是先王培养提拔起来的 敢问魏王提拔过 哪些文臣武将 魏王恩威何在 魏王只有 禁卫称帝 改朝换代 才能生罢自己的文臣武将 丰满自己的羽毛 建立自己的恩惠 臣敢肯定 他们那些人 比魏王更渴望魏王称帝 先生这番话 让我提火观鼎啊 岩上 宗大 你扮吧 一旦扮起来 魏王如何应答 我知道 我要依此 再次 三次 未亡圣明 请 父亲 饭是已备好 请用膳 再等等 让我算完 父亲在算什么 我想和魏王做笔生意 卖给他一样东西 你能卖给魏王什么 汉室 父亲 劝魏王进地位了 魏王早就有此心 我不过是说出了 他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太好了 汉室早已经名存实亡了 父亲为魏王立此功勋 魏王肯定会重重地生罢父亲 开国以后 父亲必能位居三公 说不定 汉室首任丞相 我不做这个首任丞相 甚至不想做首畅大臣 这份功劳让给别人吧 为何 昭儿啊 你怎么就如此浅薄呢 你想让后人跑我司马氏祖坟吗 不 我司马氏是百年大祖 世事汗路 祖宗的功德名望 不可不顾啊 这个开国功臣还是让给别人吧 父亲教训得是 那 那父亲想让谁做这件事呢 划心 他抱住建功之心早就如痴如醉了 何 不可不认识 不可不认识 这个庄宗它 它是 很无恋的 受剩下最即可 希望将命驾到 民教皇上 百年五十三的 责难驾到 同志 猛年十四的 皇上驾到 陛下 臣有事上奏 爱卿请讲 陛下 朝廷诸臣皆以为 汉室历经四百余年 由盛而衰 由荣而枯 如今更是气数已尽 魏王父子两代 德步四方 人及万物 抄股月金 光照天地 陛下 何不孝姚舜之道 把山川射击 擅让与魏王 如此上和天心 下和民意 陛下也可以享受清贤之福了 此事臣等已经一绝 请陛下准奏 你 你想 你想让朕退位 擅让 摇 擅于顺 意见其咸 魏王 擅于武王 更张 更张君王功德 陛下 虽然不是什么圣君 不想笑圣君之道吗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请陛下拿华大人 忠言 忠言 这等忠言 这等忠言 灭祖弑君 陛下 休有糊涂 乾坤流转 万象更新 此乃天道也 岂是一介毒夫 雍君所能阻挡 爱心们 朕知道自己博才寡德 不堪为天下之主 可是高祖斩舌其义 必胜拼杀 除暴其灭强处 方可开创大汉天下 而等世世代代授国恩石汉路 岂能如此不易呀 朕 朕若是了祖宗江山 九泉之下 你何面目面对先皇 陛下可以带着这本屠衬去见祖宗 九泉之下也定能含笑心安了 请陛下顺应上天之意 请陛下顺应上天之意 归身屠衬 都是羞王之事 朕端不敢从 陛下 自古以来 有兴亦有废 有胜亦有衰 岂有不亡不败者乎 汉事相传四百余年 言至陛下 气数却已殆尽 一早退避 不可迟疑 陛下 恕老臣道一句威严 持则生便宜 上面之事 关系重大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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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前往太庙 问过祖先 方可之断 朕胜尾 朕胜尾 丛丛啊 你们看见了吗 谦臣逆子要夺足江山了 都是臣无能让祖宗亡凶了 臣归对祖宗臣生不如死啊 皇上 祖宗不想见到你们曹家的人 皇上 臣妾虽姓曹 但臣妾是刘家的人 是皇上把臣妾立为皇后的 你给君滚出去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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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